那我们就要问 菩萨慈悲 菩萨有大智慧 有大势力了 现在众生这么苦 灾难这么多 佛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为什么不来 佛菩萨来了 全来了 动视这天 他怎么没有来呢 他当然来了 有没有在这救苦堆呢 有 我们自己业障太重 烦恼太多 没有觉察到啊 所以还得受罪 菩萨看得很清楚 这些是你自作自受 你要不受 你的烦恼断不了 你要不受 你的业障消不了 道理再次点 造作为业 必须要下地狱 下地狱干什么 消业障 你造了多少好事 你到天上向佛 为什么 消你的佛宝 清净心里头 罪有福都没有 有罪有福 统统是染污 像眼睛里头 放一点泥土 砂石是染污 你受不了 那不好啊 那放金刚钻 好不好 放黄金好不好 也不行 就是说 善我通通 不能有 善的就好像黄金 金刚钻 放到你眼睛里 受不了啊 所以统统要消掉 然后你最晓得 六道是怎么来的 六道是消福 消罪业来的 菩萨修的业是敬业 无论是修善 是作物 他没有起心动力 他没有分别之处 他决定不求国报 所以那个业叫敬业 敬业说 作而无作 他作等于没有作 没有作等于作 这个意思很深 这是四世真相 菩萨种种实现 都是教法众生 都是度众生 游度群体的 游度个别的 神通广大了 无量发门 善巧方便 他确确实实 安住在清净 平等就中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